威怨無藥,急凍方圖仔救命 這個方圖仔昨天送院時,一度沒有呼吸和密搏 救活員幫他猜猜一下才有心跳 以為去到威忌沒事吧 怎知醫院說不夠藥,要去瑪麗道頒藥 原來14歲的斑仔和哥哥一樣有遺傳的先天性心臟病 更可能是很罕見 幸好醫生用冰凍療法,用冷的衣服急凍斑仔 減低腦部和心臟負荷,和減慢血的生存代謝 讓其他器官可以休息,不過斑仔仍然危殆 5月才病發完一次的斑仔,昨天早在大圍學校打完籃球 上課一陣再病發,有醫生猜阮風突然不夠藥 可能是因為病情少見,醫院才沒有存貨